Midnight in Paris I've always heard this Magic in the air As you're watching people dance by sun Midnight in Paris Oh what a feeling 我們要去法國啦 他不是在這個 國王十字車站 是在那邊 歐洲之心的話 裡面好熱鬧喔 有那個商店街然後很多吃的 太酷了吧 嗨 我們到法國了 歷經一番波折 小小的room tour以下 因為住過英國前一家 很失望的飯店以後 住到法國這邊就覺得 還不錯喔 這個浴室乾乾淨淨明明亮亮的 然後房間 有點暗 就是一個雙人床 我們那些兩個行李箱就這麼大 然後空間就是這樣 有一個小吧檯 結束 明天早上再看要不要再拖一次 我們要去超市採買 水跟明天的早餐 go go 走路五分鐘而已 法國的超市 法國的超市 不管到哪都最喜歡逛超市 這邊的這種生菜都很便宜 你看1.88 40塊吧 便宜 這也是法國的那個 膠囊咖啡我想買 這個是20個 然後是 210很便宜耶 一顆才10塊 可以買喔 這邊呢也是很多的乳製品 來這裡就是要一直吃乳製品 但我吃到好像有點開始長痘痘 法國的優格 我覺得去過英國來法國覺得法國很便宜耶 真的嗎 因為它的價格是跟英國一樣的 可是英鎊是40這邊35瓦 這感覺超好吃的耶它的包裝 好可愛 它是玻璃的耶 這才60塊 4個可以吃耶 紅酒來了 這個價格 天啊 150塊 就是 一百多兩百就可以買到紅酒 這個 這個很好喝 這是歪脖子 然後我之前在台灣買一瓶都要三四百 這邊 一百塊 一百塊 早安 來開箱 窗外風景 我覺得還蠻美的 登登 Bonjour 今天的天氣很好 要加緊腳步趕快出去拍照 然後這家飯店有點可惜的是 大家有看到這個黑黑的大樓嗎 它的後面就是愛菲爾鐵塔 為什麼我會知道 是因為昨天晚上可以看到 內洞大樓的後面就是一直有光發射出來 所以那邊應該就是愛菲爾鐵塔 好可惜喔 就真的一整棟這樣把它擋住 我們的房間就是白天是長這樣 目前住一個晚上 非常滿意 就是經歷了英國的精魂季以後 非常滿意法國的飯店 出發尋找愛菲爾鐵塔 今天天氣超棒的 我好像已經比較喜歡法國了 我們要去搭地鐵 前面感覺也都是觀光客 哇 哇 好美喔 我真的 好感動喔 看到這個 比看到大笨中還感動 知道為什麼 各位觀眾 愛菲爾鐵塔 哇 好美喔 是凱旋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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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 謝謝 ihin 這裡是香榭麗櫛 香榭麗捨 香攝麗捨 香攝麗捨 我們要來買馬卡龍 來法國一定要吃馬卡龍吧 這家好像蠻有名的 它叫做 啊 DACRAE 第一顆是2.5 我覺得去完英國 我覺得法國不是都可以接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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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又是什麼地方 走在法國隨便走都會遇到一些很漂亮的東西 我們要去那裡面喝咖啡 不知道有沒有位置 因為那家咖啡廳最近還蠻紅的 這裡好美喔 超美超美 要來的就是這個咖啡 這裡真的好美喔 這裡真的好美喔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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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利三大 三式 橋 好 這邊也可以看到鐵塔 來到杜勒利公園 就是那個很有名的水池 大家就坐在池旁邊發呆 竟然有彩虹 彩虹彩虹彩虹 法國的彩虹 好久沒看到彩虹喔 太美了 我們來到馬黑區 馬黑區呢就是一個逛街的區域 有很多很好買的東西 我們要來買這個捲餅 聽說非常有名喔 我們要來買這個捲餅 聽說非常有名喔 我們點的是綜合 感覺很好吃喔 這裡面好多料喔 篩超滿的 素食拼盤 還有一個餅 可以吃超飽的 它是蔬菜丸子好好吃喔 沾這個醬超好吃的 可以耶 來逛這個Mercy 就是觀光客壁逛的店 看到了 只有蔬菜丸子 做了 不吃 甚至有 一天 MUSI DE L'OVILLE 它的標誌都好可愛 它會讓觀光客知道在哪裡 MUSI DE L'OVILLE 哇~~ 哇~~ 耶~~ 這個天氣是這裡嗎 進場其實蠻快的 即將要見到蒙娜麗莎 好期待啊 大家來拿一下導覽喔 因為這邊真的很大 然後中文的全部被拿光了 我拿了韓文的 我妹拿了日文 走 東西比較多的人可以先來 就是把多餘的東西置物 因為像我們外套就比較大 然後裡面又蠻熱的 所以想說先來置物 才可以比較輕鬆的看 大家走很快 旁邊都沒有在看 但是因為大家的目標都是蒙娜麗莎 尋找蒙娜麗莎之路 超多人在看蒙娜麗莎 應該就是這 是嗎 在那 看到了 在那 台幣 在那 brings 1 1 1 2 2 3 1 2 2 在這 七十塊而已 太餓了 先來吃個Po 法國咖啡廳的物價我覺得非常的合理 它這個大杯的熱美式是3.9 然後還點了一個起司蛋糕 起司蛋糕的話 這樣大概也是差不多3塊4塊 120塊左右 很可以吧 這法國的物價 逛博物館也是一個非常累人的行程 每次都逛到很餓又很累 它好 好吃耶 好像布丁蛋糕喔 我們逛了兩個小時多 覺得還有很多地方沒有看到 但是 體力不支了 應該會 因為 這次來法國的行程太趕了 只有兩個整天太短 所以我們都要趕行程 可以走了 下雨了 往這 我們要尋找莎士比亞書店 唉唷 唉唷 兒子 殺莎士比亞書店 很多人 啊 我只要來買他的那個帆布袋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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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吃法國必吃的可麗餅 這家小店感覺不錯喔 我要吃什麽口味 我要吃什麽口味 我也想吃鹹的 你好 來買藥妝 要補貨一下 理膚保水跟亞羊 超多人 理膚保水牆 這家太好買了 太可怕 出不去 八神咖啡廳 打卡到時一遊 天氣又突然變好了 這法國的天氣也是很難捉摸 一出太陽就變非常的美 太美了 太美了 這就是法國的柚子 在法國的柚子 這是法國的柚子 這是法國的柚子 要吃的小米 你吃的小米 法國的柚子 這家甜點真的超推薦的 它真的好好吃喔 叫做這個名字 叫做這個名字 而且超便宜,我們買一堆才500塊吧 就是這樣 三個蛋糕加一個鹹塔 然後加一個麵包才500多 好吃嗎? 我們的晚餐,最後一個晚餐來吃這一家 它是連鎖店 Chez Papa,法式料理 我們點了,這是燉菜 這樣子才16塊 煮菜還沒上啊 煮菜鴨子還沒上吧 這鴨乾嗎?我試試看 如果它是鴨乾的話應該就是 還蠻喜歡我們在法國住的這個小區 雖然它離市區有一點小遠 但是我覺得是一個很可愛很舒服的一個區 而且蠻安全的,都是當地人 而且很多美食藏在巷子裡 走吧 要回倫敦了 我們是1.06的車 這邊歐洲私心的車站非常大 滿滿的人 位方便 我們是1.06的車站 非常愛 我們做個宅 communities 我們做個宅廣告 這個家庭 我們做個宅廣告 對這個家庭